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进一步作游旅游旺季 加强农旅结合 促进全域旅游均衡发展 3月16号 2020年第二届物源油菜花旅游文化节盛大开幕 春日浪漫 雾人的油菜花竟相开放 带来漫山遍野的黄金花海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韩 看到这一片金黄的油菜花都不用多猜了 没错 我在物源 江西已经陆续开放了部分景区 包括我身后的物源里坑景区 这里正在举行别开生面的 2020第二届物源油菜花旅游文化节 而且此次文化节上会给您公布 很多有关于物源的旅游资讯 干货满满 大伙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我相信最近大家可能在家里 都有一些按捺不住了 没关系 今天我小孩用镜头 带您来感受一下物源 那让人如痴如醉的油菜花海吧 畅游最美乡村 尽赏最美花海 此次在物源里坑举办的 第二届物源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既是为了全力推动物源文旅行业 复工复产 尽快激活旅游市场 更是为了向更多的游客朋友 发出隆重邀请 邀请大家来欣赏古朴秀美的物源风光 和位为壮观的油菜花海 感受深远厚重的物源文化 开幕式上发布了物源的 十大避暑度假村 十大景观茶园 十大赏花古道评选结果 物源旅游吉祥物 栏观造媒正式亮相 因为我都不喜欢物源 几乎每年再来三四次 有时候周末也会来来 春天看油菜花是必来的 北方的客人啊 第一次来里坑吧 对对对 感觉怎么样这边 感觉很美啊 很美啊 油菜花好像在北方应该是少有的 很少有 因为我是做旅游的嘛 我们发团也经常发这边 这次经过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也没有发 然后我们就自己过来 到这边看一下 旅游这一块呢 就是应该是在各个行业里边 最后才能复工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 把美丽的景色 和美丽的风土习惯 带给我们家乡的人 然后让家乡的人来到江西物源 来到里坑 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去传递给我们河北人 乃至中国人 我们也欢迎河北人 河北朋友来这边游玩 好的好的好的 活动现场 花田音乐会表演 花田茶会等 让现场的游客们 在油菜花海之中 倾听美妙音乐 观看精彩的 物源茶艺表演 沉醉在春日暖暖的 美好氛围中 据了解 此次物源油菜花旅游文化节 还将举行世界摄影家看物源 物源花海寻春 免费旅行体验师招募 物源乡村自然观鸟周 等十大系列主题活动 从三月初开始到四月底结束 为期两个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逐步得到缓解 物源文旅产业的复工复产 也逐渐走向了正轨 因为旅游业 它牵涉的面比较广 应该讲就是 你像景区的层面 从开放一直到 三月十号左右吧 我们基本上和去年同期相比 就是数字上下降了80%多 然后近期 因为随着我们传统的 油菜花季节到来 然后我们的疫情的 逐步的局面的好转 这包括各级的 这种复苏措施 现在的话 逐渐是恢复了正转 近期 物源文旅部门 也是积极 落实各项方针政策 推出了一系列防疫防控 景区逐步开放 振兴旅游市场的措施 我们对各个景区 就是复产之后的 防疫防控措施 也进行了赌查 因为这个说实话 油客的安全还是第一的 这个我们每天 都派出工作人员 对各个景区 包括其他的一些 文化娱乐场所 就进行赌查 为了振兴市场 我们文旅部门 就是推出了 就是物源线 扶持文旅产业 附出的十大措施 就是包括金融 财政 方方面的支持 最后一个 就是在市场方面 我们也和企业一起 大家群色群力 共享办法 比如说我们 刚刚这个开幕市场 就提出了 我们主要的旅游企业 主要的四家旅游集团 就成立了这个 物房水梦 旅游发展联盟 其实也就是 大家共享资源 抱团区 在这种疫情之后的 困难的局面下 我们也想 尽快地复苏市场 打开旅游的熏景面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这个物源最美的季节 在这个油菜花 进入最佳观赏期的时候 带上您的家人 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 来到物源 尽情享受 油菜花海的满瓶烂漫吧 随着江西各大企业 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 请得正视各类企业 和重大项目坚持 做到两手抓 两手硬 目前 陶溪川旅游景区 二期项目建设 按下复工加速键 陶溪川旅游景区 开发项目二期工程 占地136亩 总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 二期项目工程 分为A、B两个区域 主要包括凯越酒店 陶溪川大剧院 音乐广场 电影学院 图书馆 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 目前这个陶溪川旅游景区 开发项目二期的必需工程 是由我们中学四局 负责施工的 那么 目前正在进行 这个装机的施工 我们目前 所看到的这个彩色的区域呢 就是我们目前中学四局 正在施工的范围 那么 这个四个单体呢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陶溪川凯越酒店的 这个施工范围 那么 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 主要是我们 这个原有的这个老厂房 那么我们将对 这些老的这个陶瓷厂房 进行一个改建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修建为我们的 学生中心 音乐学院图书馆 配套商业等设施 记者了解到 陶溪川旅游景区 开发项目二期工程 自2月14号复工以来 现在复工人数 已达到200余人 为了能按期完成建设 工地实行 轮班制度 日夜不停的施工 目前我们最主要的困难 是集中在这个 人员和机械的进场问题 那么在人员的进场方面呢 我们目前采取的方式呢 是第一从这个非疫区 非重点疫区 去这个 这个招募这个 相关的这个劳务工人 那么同时呢 我们自己也在主动的联系 相关的这个务工 这个基地的政府部门 跟他们进行对接 然后并且包车 让我们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 这个技术工人进行反港 那么在机械这个进场方面呢 我们目前主要进行的是 装机施工 高工期呢 我们的装机施工呢 有达到了20多台 那么为了让这个 这个钻机尽快的进场 我们一方面呢 是联系相关的这个 交通部门 去办理相关的通行证件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在加紧的安排 这个这个司机 包括这个钻机这些设备 在同时的这个安排 相关的这个设备进行进场 以此来确保我们目前 形成一个比较 这个火热的大干局面 复工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96%多了 这个复工的效率还是蛮好 但是这个过程呢 确确实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我们复工的过程中呢 第一是人员 工人 比如说有外省的 或者是这个外市的 这个因为村庄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个封闭了 过不来 这是第一第二的材料 但是这些呢 这个政府呢 也是给予了我们 很大的这个帮助 允许与我们项目有关的 其他单位 在做好防御措施 做好人员控制 这种情况下复工的 针对当下疫情情况 项目施工现场 也做出了一系列的 防疫安全防控措施 记者看到 项目工地 每一个进出口 都设有防疫检测点 进出人员都要检测体温 并进行身份登记 工地内施工人员 也都佩戴了口罩 那么为了做好这个 防疫工作和复工工作 所有的人员呢 实行这个分餐制 单独就餐 然后我们同时聘请了 这个专业的这个 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所有的人进行了 这个烟尸子的这个检测 并且所有的人员呢 检测都成为阴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才允许 这个相关的人员 进场这个施工 确保我们的这个防疫和复工 同时这个安全有效地进行 据了解 桃西川旅游景区开发项目 二期工程 酒店方面的施工建设 预计在2021年4月完成 其余所有二期项目建设 将会在两年内完成 自2016年 桃西川文创园区 一期开源以来 一直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 作为文创园区 一期核心建筑的 桃西川博物馆 前来参观的游客 也一直是络绎不绝 那么这一次 桃西川二期项目建设 又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新惊喜呢 第一呢 二期跟一期比 因为一期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桃西川 在这个桃西川的基础之上 第一是进行 那个规模的扩大 但是我们从外力面 这个效果上来看 是沿袭了一期的这种标准 那么它的不同 就在于功能 功能呢 就像我刚刚所介绍的 增加了很多 比如像剧院 像酒店 像这种音乐学院 电影学院 包括这个职业培训学校 包括这个桃西场呢 我们还有真设这个博物馆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主要的亮点 我觉得首先第一 是一个旅游成片 我说两个项目吧 第一个是这个割居院 第二个是这个凯越酒店 割居院呢 应该是景德镇 第一个这个割居院项目 而且我们对标的 不是类似于这种 三线城市的这个建的割居院 我们对标的是 全国比较有名的 这个割居院 那么凯越酒店呢 也是我们引进的 一个凯越甄选 五星级 一个凯越家旋 四星级 原来景德镇有一个 这个五星这个饭店 但是它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市中心 建成的这个五星级呢 可能更 对未来的这个 这个景德镇呢 高端人士的 到景德镇来的 会更方便 会吸引更多的高端人士 为发展陶瓷文化旅游业 打造陶瓷文化旅游 核心产品 陶西川作为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 重点打造项目之一 也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扩大自身影响力 把陶西川打造成为 陶瓷文化景区 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随着气温转暖 鄱阳湖区的东候鸟 正陆续集结北归 而大批下候鸟 已经抵达鄱阳湖 鄱阳湖水域辽阔 湿地宽广 沿湖植被茂密 是各种候鸟栖息的好地方 阳春三月 永新县二十多万亩油菜花 土路芳华 开得分外妖娆 好似晶浪滔滔的海洋 油菜花海与青山绿水 相应城区 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天然水墨画 眼下江西省内的众多景区 也纷纷开门迎客 这些景区接待游客 将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景区内的工作人员 对前来游玩的游客的服务态度 又是否能够让人满意呢 针对这些问题 咱们的风暴眼派出多路记者 对省内恢复开放的景区 做了一番调查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第一站 记者来到了位于 封城市的爱情花卉小镇景区 2019年5月31号 这里被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景区内记者看到 这里很多地方都在施工 可供游客游览的区域并不多 一些体验游玩的项目也尚未开放 现在都还在建没什么好 可以先看看附近 但也有一些景观可以看看 现在还没正式开园 所以都还在建设到工程 开园之后就好才会正式开园 你们哪天开园 还没确定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以前地方的时间 现在都不能确定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景区还未正式开园 也没有向游客收取门票 目前只是初步开放 供游客自行参观游览 面对记者的咨询 这位工作人员的态度 也显得十分耐心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景点 我们第一次来 因为你现在 你可以去那个 这旁边的梅会园啊 还有旁边有一个公民会所 那边有公民床之类的 还有游玩的 可以玩是吗 对可以游玩的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现在都还在建设当中 不是特别齐全 都可以去玩 只要你有耐心 都可以走 虽然景区尚未建设完全 但是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 态度还是让人满意的 并没有怠慢游客的情况出现 接下来记者又到了 位于英潭市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英潭渝江眼镜园景区 这里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记者看到 英潭渝江眼镜园景区的工作人员 服务态度倒是不错 主动提出帮记者进行手机消毒 不过他们也告诉记者 在这里可供参观游玩的项目并不多 只有一个眼镜博物馆可供参观 来这里满眼镜倒是比较适合 在景区内转了一圈之后 稍后记者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 来到了位于景区里面的眼镜博物馆 在完成体温测量和登记后 这位工作人员让记者 进入到了博物馆内参观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 记者注意到 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佩戴口罩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以上两家景区的窗口服务质量 还是不错的 基本做到了耐心 细心 对记者提出的问题 都能够及时回复 只是一些细节的管理 还有待加强 对于任何一家景区而言 景区窗口工作人员 服务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游客 对这家景区的第一印象 提升服务品质 是景区软环境的表现 不仅可以提高景区应对突发状况的反应效率 也可以为游客营造更加便利安全的旅游环境 提高景区的游客满意度和美誉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